現在才知道 年終變美靠這一招 金美美 是 春節進了 家裡都要大掃除 都要大掃掃 很多女性朋友也利用這個時間 開始去做一個時機 開始去洗澡一下 你說女生自己也要去洗澡喔 要啊 不然的話 人會老啊 會變醜啊 我懂了 所以尤其是在大掃除的時候 很多本來很漂亮很優雅的媽媽 可能到最後都變黃臉潑 所以自己整理完家裡之後 也要幫自己整理一下 我朋友她從美國回來 然後過年回去又叮咚叮咚 她老公一發現她不敢看妳 為什麼 你是誰 對 對 因為她老婆回到台灣 只有短短的12天 回去已經變了一個人 沒錯 而且尤其過年啊 大家去拜年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聽到 所有的親朋好友說 你怎麼一點都沒變 那我跟你講 這一集一定要看 對不對 這一集非常重要 對 相信你跟三位來賓一樣 都想永遠留住青春的18歲 而今天還特地請到三位網路達人 要跟大家分享保養蜜招 讓你也能化身美魔女喔 兩位專家也要提醒你 哪些不當的生活習慣 會加速泄露你的年齡喔 不管怎麼樣 女孩子最大的天敵就是 對 皺紋是年齡最大的告密者 沒錯 只要一條出來 第二條就出來了 瑤瑤在那邊背錯什麼 你幾歲啊 對啊 她很年輕耶 對 我要三十而已耶 看不出來耶 我要四十了耶 我大你十歲耶 現在的女生啊 如果就是懂得保養自己 其實基本上都看不出來 對不對 對 那皺紋呢 除了老化的代表以外 其實她有時候是透露了 你身體上某一個地方 出現了健康的問題 是嗎 各位 杰玲來告訴我們 女人的老化呢 總是從我們的抬頭紋 魚尾紋以及法令紋開始喔 但是呢 當你的緊緻小臉蛋呢 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出現了皺紋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囉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鼻皺紋可能是你的脊柱變形 再來 下巴皺紋可能是你有腸胃疾病 最後一個 眼下皺紋呢 可能是你的排毒能力差 真的假的 下巴皺紋就是洋果婆啊 下巴怎麼會有皺紋呢 妳主要是一個所謂的 橫的 橫的 橫的紋 可是楊醫師 因為像我們講這三個啊 我這樣回憶一下喔 我以前就是二十出頭睡的時候 臉上都沒有皺紋 可是鼻旁邊真的就是 一笑或一皺 超皺的耶 應該說妳太苗條了 可是我脊椎也確實是有問題耶 不然這樣我們來問問大家 就是剛好耶 妳很愛皺 皺 皺這樣 對 有的人是很奇怪 對 妳小心眼 笑起來就... 我媽... 是不是也蠻皺的 所以雅蘭講到皺紋 的確就是女生的天底 可是妳知道我以前喔 不懂得保養 我是三十歲以後 才知道要保養 我以前喔就是 噴了化妝水擦了乳液就這樣 我以前連隔離霜 防曬 眼霜 全部都不擦 那妳還能維持得這麼好 對啊 然後妳知道我是三... 那妳三十歲之後做了什麼 三十歲以後 妳知道我有一次自己照鏡子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的周圍的紋路 細紋變得比較多 然後我其實也不以為意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頂多買個眼霜擦一擦 然後擦一擦 然後有一次我錄影的時候 錄影前我就跟我的以前的老闆 然後就聊天 他就跟我說 妳慘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妳要進場了 我說進場 他說回修 對 他說妳這邊眼鏡 因為妳知道我那個眼周啊 裂道啊 然後很像牆壁整個均裂開 真的沒有騙妳 妳要劈土才有辦法變平 真的... 而且妳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很明顯的感覺 然後我一照鏡子 對 我一照鏡子 好恐怖喔 妳知道 而且妳越塗粉啊 妳塗越厚 越明顯 對 有皺紋的時候粉越厚越明顯 很恐怖 後來我就去了醫美 然後很多人都說 打肉毒很有效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打肉毒很有效 我就去補了 我就說那不要太明顯喔 不要太誇張 讓人家看出來 我也有打肉毒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 打完之後 我就很開心 沒有皺紋了耶 結果後來有一次 我錄完影之後 我就馬上接到一個 就是大手團的人 就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說 他說亞蘭 妳到底做了什麼 我說怎麼了 他說妳的臉整個變得很怪 他說 我一講話 我只要一笑 我眼睛就變這樣 所以這打打 就變很恐怖 對 就崩到整... 因為這塊變硬了 馬上知道 後來我就不敢打了 那易軒妳從幾歲開始 會顧慮就是皺紋的問題呢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25左右 妳就漸漸發現 因為可能 我自己會歸類說 我很愛大笑 對 就是我一個是大笑 開玩笑女生 對...然後我就很容易會覺得說 好像眼周 開始有一些小細紋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因為大笑嘴巴都會張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我唇紋 好像似乎也還滿明顯 立開了 就是因為大笑就這樣笑 所以每天嘴巴一直這樣 一直蒸... 所以當妳沒有大笑的時候 感覺就有皺紋 感覺 我自己覺得 然後後來漸漸漸發現 近大概兩三年左右 我覺得另一個紋更明顯出來了 就是抬頭紋 真的 超明顯 掉很快瞬間 對 然後在那邊跟人家講 怎麼掉很快就這樣 因為妳知道 其實我也是個很囂張的人 我就是這樣 我自己好像還年輕 我也是幾乎 我都不怎麼保養的人 對 然後後面有一次 我近期那邊發現 我抬頭紋 明顯到一個爆炸 妳知道是怎麼發現的嗎 妳知道 因為女孩子嘛 尤其我平常這樣 就是這樣很瘋狂 像瘋子 所以呢 所以妳知道 女生自拍要不要怎麼樣呢 就只能這樣子 拿高 是 拿高 然後眼睛撐大 對 就是當妳眼睛撐大 妳就覺得還好 而且重點是 我用的是超級厲害的美肌相機 人稱 我跟妳講超常 超常 對 那個神奇是厲害到 你有痘痘變沒痘痘 你有黑眼圈變沒黑眼圈 那有皺紋不能變沒皺紋嗎 通常是可以的 但是 我發現有幾張 光沒有很好的時候 我用美肌相機 竟然有皺紋 有抬頭紋耶 說一下羅醫師 因為剛剛在談到皺紋 那除了是一個 地球吸引力 它本身到二十四歲 二十五歲 這幾乎是沒有辦法 去改變的一個事實以外 皺紋本身 它也代表我們身體上 有某一個地方 出現了健康警訊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鼻子有皺紋 在我們臨床的經驗 你鼻子的紋路很多的 基本上有可能反映到 你的脊椎的問題 最近就是有來看診小朋友 國中生 他每天就是這樣子在 讀書就是姿勢很不正 然後一直在看網路 然後又是打鍵盤 然後博士是這樣 那我就看 他就常常 結果發現他這鼻子的紋路 都出來了 所以他就不但有過敏性鼻炎 結果他常常含肩背痠痛 小孩子 對 所以看到你的鼻子 是不是有偏斜 然後鼻子上面的紋路很多 可是又不是比較中年人了 那可能就是你頸椎 有一些變形了 對 那第二塊呢 更有意義叫做下巴的皺紋 是 基本上是反映到 你的消化系統的問題 對 下巴這一條是腸胃喔 對 這一代比較乾燥的時候 因為是腸胃所謂的 你可能口乾 腸胃的問題 所以反映在這一代的時候 你乾燥 乾燥久了之後 對 對 了解 就跟長痘痘是一樣的道理 對 沒錯 都是夏天有出問題 對 終於到皮胃開竅於口唇 那跟我們的腸子的黏膜細胞 是有趨勁的 對 所以口周有一些紋路 甚至冒痘痘 像亞蘭提到的 那表示你的消化系統 出了問題 對 所以要把腸胃調好 那眼下的皺紋 大家知道黑眼圈 對 要知道那個臥蠶 對 那實際上很多 你可以發現你的 他們說臥蠶是有人緣的代表 我們化妝還要故意化臥蠶 對不對 臥蠶當然是很好 但是問題是臥蠶被黑眼圈帶走了 對 那在講什麼呢 就是排毒能力變差了 對 對 在男生而言 就可能是說 你的腎臟比較虛弱 腎細虛 那就是你的最近的 新陳代謝比較差 中醫的腎比較偏向於那個 對 那對女孩子而言 就像上班族啊 久坐啊 久站 那你的下肢回流不好 你就發現容易 那個眼包腫 這個有握成的皺紋 半月型的這個皺紋特別多 就是你的心肺功能變差 你的下肢靜脈回流變差 也很容易有這個眼下會很多皺紋 是 所以代表的是你的台獨能力 是 所以我們不同的位置的皺紋 也許可以細細觀察一些身體的狀況 但是因為我們女生實在 也真的不想跟她當好朋友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辦呢 馬上就要來進行我們 除皺抗擾細紋布來腳的PK賽 在第一回合除皺的PK賽中 藝人隊及達人隊的代表 可是對消除細紋都有絕對的把握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呢 是保濕緊緻二合一的 TURBO版面膜 二合一就算了 還有TURBO 對 聽起來名字就很有氣勢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我準備的這些東西 家裡一定都會有 太好了 我們最喜歡這種 隨手殼 沒錯 所以我們先 首先先準備一顆蛋 蛋白 蛋黃 我都用得到 真的 對 我都用得到 所以都沒有浪費 對 都不浪費 這個是蛋白 然後蛋黃放這裡 然後接下來呢 我準備了 蜂蜜 為什麼用蜂蜜 你知道嗎 因為蜂蜜它本身就有 保濕的功能 我們今天呢 既然是抗皺 所以我們用蛋黃 對 因為蛋黃也是很滋潤 對 蛋黃是滋潤的 所以我們加一湯匙的蜂蜜 好 接下來呢 因為現在是天氣比較涼 對不對 很容易有皺紋 所以皺紋就是缺水 缺滋潤 缺點油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 天然的橄欖油 天然油 對 你可以加那個 Extra version 就是冷壓的時候 冷壓出炸 一兩滴就好 不用太多 不然會太油 然後呢 太油怕肌膚也附得不良 對 沒錯...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家裡的麵粉 好 如果你要吃 有分中筋還是什麼 你要中筋 高筋 低筋 比較Q的就用高筋的 沒有啦 隨便吧 只要是麵粉就可以了 所以膚一膚搓下來可以吃 沒有 做成煎餅 蛋餅 對 然後就把它 對 然後就把它 混在一起 然後就直接敷在我們的皮膚上 這樣有沒有 它就不會滑下來了 對 很稠稠耶 對 沒錯 而且重點是不臭 因為有的時候蛋的那個膝味 我覺得滿可怕的 對 然後我們大概這樣子 敷個10到15分鐘 就可以把它卸掉 卸掉之後 我們用剛剛的橄欖油 橄欖油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點 在眼周的部分 稍微再做一點點的按摩 但是呈現90度 就是往上 你不要來回這樣拉喔 這樣子作為又跑出來了 雅蘭 可是你這樣真的好省喔 就家裡的橄欖油 可以吃 可以敷 還可以按摩 沒錯 然後呢 我剩下來的蛋白呢 我第一天先用蛋黃敷對不對 對 第二天 因為第一天你已經抗皺了 保濕了 第二天我們就要緊緻 所以蛋白就有緊緻的功用 其他的材料一模一樣 我告訴你 一個月就有很明顯的效果 幾乎 但是一個禮拜 就會很明顯的慢慢淡化 那但是切記一定要記得 不可以用熱水 好嫩喔 好嫩喔 就更嫩 而且是純天然的 馬上變亮了 對 你說一個月是不是 一個月 你不要吃一個月就明顯 所以那如果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喔 你如果長痘痘 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蛋黃太滋潤了 所以如果你有痘痘的話 你就敷在眼周 就是你眼周 不可能長痘痘嘛 對 就你只要敷這裡就好 對 只要敷這裡 但是不要用熱水 因為會變蛋花湯 好 好 謝忻亞蘭的這個 對 好 再來換到我們達人碎 你看亮澄這樣子 他跟亞蘭的年紀差不多 對 就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對 換不出來 所以今天是有的餅 對 要是你今天有什麼要吃 我知道你是兩個 首先呢 我教大家第一個方法 是那個米飯糰按摩法 米飯糰 米飯糰 品牠這個還要簡單 我們每天一定會吃飯吧 可是我們每天 不一定會用麵粉啊 都在一個便當吃不完 對 對 好 好 妳就好 就是取一些些那個 因為今天是錄影的關係 所以它已經有點冷掉了 我們不要用冷的 我們就是有一點溫溫的 溫溫的飯 溫溫的比較冷 對 然後呢 你在手 那你的臉上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說的臉 所以我們用在手上 就是用由下往上 由內往外的這樣去按 去推 去推它 對 然後你的臉 因為大少數是不是充滿污垢 那污垢呢 就一個一個給你黏出來 然後還會去角質 當然不能只有這樣子 然後呢 通常呢 我這個米飯糰按摩以後 我的臉很乾淨了 這時候呢 你吸收東西會比較快 然後我們就要進行保濕 所以呢 家裡呢 有時候呢 蘋果就夠了 蘋果 對 像我有小孩 我會打蘋果泥 蘋果泥打很多 我就把剩下的蘋果泥 就拿來敷臉 直接敷就好了 直接敷就好了 不用調任何東西 都不用加水 加什麼 通通不用 你就把它敷在你的臉上 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它會很有保濕效果 它還有那個 你的臉 對 你洗完以後 整個就變得很光滑 然後又有維他命C 然後又可以美白 然後又保濕 其實這種很天然的東西 你每天要做都可以 對 你看 出差 真的 出差 真的 很嫩嫩 才一下下而已喔 所以呢 我們要麻煩憲哥跟兩位專家 來幫我們兩位對手 來舉個牌 看是誰 在第一回合可以獲勝呢 來 1 2 3 請舉牌 來 洗髮不吹乾 小心頭髮掉光光 半濕半乾的情況下 我們的頭髮的 那個表皮的毛鈴片 它是打開的 那個角質細胞很容易脆弱 很容易變乾 髮質變得比較脆弱 好 容易斷裂 容易掉髮